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FUNS房市空间装修设计事务所的执行总监王国沛Kiki 嗨Kiki 很想知道说你当初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 然后让你去创立这样的品牌呢 其实一开始就是为了圆梦 原学生时代的梦 然后后来呢就越来越投入 投入到最后就想说干脆去考个证照 考完证照就开始一去不回头了 就开始决定开始我的转行之路 是 所以我们刚在聊的时候有去聊到说 你过去可能从美工然后跳到媒体业 然后后面又去做公关 就是还去偷学人家的行销课程 然后一直到疫情期间遇到了困难 然后你决定要去学习 那那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让你觉得很难度过 但是你跨过了 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因为一边要兼顾家庭 然后一边其实有经济的压力 那一边又要准备考试 所以其实那个三方的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然后再来又加上疫情的关系 对 然后小朋友上课啊等等 就是有很多的因素加在一起 其实会让我那时候在准备转行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 那再来就是跟公关的一些刚开始的沟通啊 然后交流 包含就是去做一些材料的选购啊 或者是说去做一些设计图的沟通 是 对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一开始的 因为你是个人自己创业的 对 那你那时候在接案的时候 有没有很难去跟人家说服 一定很难 而且客户在哪都不知道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客户 是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很特别 它不像吃的东西 我可能好吃就会有人来 对 那它的金额也不是小金额 不是说我今天让你试吃 你可能好吃就可以买 我没办法让你试用 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它是大笔的金额 那现在这么多的设计师 你要有怎么办法说服让他相信你 选择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过程 再来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些人在哪 这很难 你不能去路上随便拉一个人说你要不要做装潢 所以那时候都是自己在网路平台 然后去推销你自己的 可能设计啊等等的 对其实我分享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关于设计的理念概念 包含我去哪里看建筑 包含我去哪里品尝美食 其实它的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我自己写的 哇所以包含那个官网都是你自己设计 没错 你没有任何的行销团队 没有 我本人就是行销团队 太厉害了 那是我自己架的站 然后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然后里面的内文包含slogan包含品牌 都是我自己自创的 你自己一个人要打造这些事情 其实是很繁琐的 因为你又要 你像你现在已经稳定了 你的网站还是你自己在做吗 对 所以你会发现最近我太忙的时候 他可能有点不太会动 对没办法 因为我这一个人要分尸太多角了 然后我的可能一些行销的社群啊 或社团可能比较少在更新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我真的忙到 当我要在现场施工 或者说要在画感设计图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曾经有想过小编 我曾经一直在招兵买马 想说哪个小编可以来救救我 可是我发现 因为写不到我要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写文案出来的 我是写新闻稿出来的 所以我就会找不到那个 让我觉得有catch到我的小编 对 像我们刚刚在聊天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你最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助理 事情太多了 你又要去跟工班就是去洽谈 然后你又要去监工 然后你还要去跟客户去谈 我觉得跟客户谈这个就很花时间 是 可是我往往 其实啊 我花最少时间是跟客户 反而是跟 其他的 其他的 因为其实很妙的是我的客户很可爱 我的客户其实 其实坦白讲我的客户其实都对我很好 嗯 就是说 我的客户其实他都会 一开始他来找我 他也是透过网站 或是透过平台 透过其他的网路媒体 来找到我 那一开始他其实也没什么想法 可是我会给他很多很多的想法 之后他就会觉得说 诶 我觉得你好像 我都不用讲什么 你都帮我想好了 嗯 所以那种信任感是 一开始可能我有给到他 所以导致我后面可能有很多事情就 比较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去 去教育客户 或者是去让他相信我 哦 我觉得可能是这一点 就在前面一开始就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感 对 像你刚刚讲到说他就直接出国了 诶对 交给你就出国了 直接出国了 然后就说你图给我看然后我们就签约 我另外一个客户也这样 就是他在国外说 诶你直接图给我看用视讯 我说哦好 我说那这样OK吗 你要不要改什么 不用 那你把那个电子档传给我 签给你 哦好 就是 很可爱就是说我的客户 然后中间其实有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是 不是客户的问题 嗯 是一些厂商的问题啊 或者是中间有一些运送的问题 嗯 我觉得我的客户其实人都很好 就是愿意包容 这些的状况发生 那我也会一胡一时的跟客户说 这些事情 嗯 那我会想办法把他处理好 哦 对我其实是 会 希望给客户是一个 不是只是说我们接任的 案子之后 我就不管你了 对 所以 呃按照什么时间 有什么进度 我都会定时跟他回报 嗯 就算他不问我 嗯 然后要挑材料什么 我都会先丢给他 让他先选好 我可能会在要做 下一个工程之前的 半个月 嗯 就会让他准备好所有的东西 那 那也是给他 分享充足的时间去做准备 对他就只要告诉我说 我要选哪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我会帮他想好说 哪一个适合 我可能不会只有给他一个方案 是 我可能会给他三到四个方案 哦 他就会觉得说 诶 我可以有那么多可以选择 啊这个可能其实是你已经帮我想好说最适合的 嗯 对 让他去选择 让他让他可以去去做协调 他也不会 不会说有些人就是都要听设计师的 对 我给你自主权 但是我还是说 让这个 整体环境设计的状况下 还是会需要一点点平衡在 就是说 当然每个人喜欢不一样 而我们的存在其实是在于说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 最适合这整个环境的一个元素 嗯 像刚刚有讲到说 像你 你每一个客户的灯具都是你 送给他的 那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想做这件事情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灯其实占了整体氛围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其实在整体的公共空间里面不管是 室内设计 或者是说你去看外面的公共空间 其实灯 灯室 真的占 很大的重比 其实一个空间里面你的灯光不好 或是你的灯具不好 或是他的整个风格不太 协调 灯具是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的 包含灯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颜色的调和 我今天用白光 或者是用暖白光 或者是用暖光 他所呈现出来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我每一个空间不会用同一个颜色的色温 不过我现在租的这个房子 它是 你每切都会有白光 暖光 我们现在都这样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那么贴心 我们有三个颜色可以 现在都是这样切 对 那我会做交错 可能我这个房间很大的状况下 我可能不会只有一种光源 对 就是 让整个空间感 你要温馨暗暗的 然后看着电影 而是有设计感的 吊灯 其实我的每一个暗场 其实你仔细去看 我给客人的吊灯 都是很有设计感 但不是水晶灯 因为水晶灯其实它很挑风格 嗯 对 整体的风格 对 用不好会看起来很 有点 突兀 突兀 对 突兀 也会看起来空间 空间好像被压缩了 没错 对 那在你们这个整个 行业的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成就感 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嗯 其实我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完成一间房子 把它美美的 交给客人 然后客人跟我说 哇 这我 我的房子怎么差这么多 心甘情愿的掏钱 没有啦 开玩笑的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每个客人看到自己的房子 焕然一新的时候 因为我做很多是老乌翻新 那个落差感真的很大 对 我有看到 然后当他的朋友家人去的时候说 蛤 你才花多少钱 怎么就做成这样 对 我家花那么多钱 为什么才做成这样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虚荣心 对我来讲 而且找 找设计师 很重要 因为 其实我们刚在聊天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有讲到说 像我朋友他 他要重新打掉浴室 或是我朋友 整个房子要翻修 嗯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其实设计师是可以 就可以马上找到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做到一半 发现 不然就已经完成了 天哪有漏水 我这面墙还刚刷好还是刚做好 又要打掉重链 然后又要请工人重新在那边 找哪里是哪个源头啊什么的 很少 几乎很少 对 我可能不太像传统的设计师 因为我是 先拿装修照 才拿设计照 那设计其实是我的基本工 因为我本来学美术 所以我本来的底子就有了 但是我觉得装修这件事情 是有很多细节的 是 它是有很多 工法的 而这些工法其实是日进月异的 因为我很喜欢看建筑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也是自己偷学很多啦 所以就把它应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那其实这也是算是我 我给客人额外的服务 因为客人并没有要求 而且你帮他们瞻前顾后 这样子也好啊 其实讲直白就是 我们治标 不治本 那不如先把本治好 所以其实像我去看一间房子的时候 很多客人他找我去看看老屋的时候 我第一句话会跟他说 你要的不是设计 你要的是装修 你要的不是设计 你要的是装修 他一直觉得说他的房子要装潢的很漂亮 然后他跟我讲说他的预算的时候 我就说 那我可以跟你说你的房子的预算大部分只能化在装修 修缮的 对 你光修缮就要占掉一半以上的预算 那如果你想要 是问题很多 对 就是被你一眼就这样看出来了 对所以我说 当你如果需要我帮你做设计的时候 其实你的预算可能要往上加 嗯 我说因为 光是修缮这个部分 你的房子就已经要修缮很多部分 光是防水抓漏 这些就已经花不少钱 对甚至有的要打掉 对 对 心会很痛 但是 那他们都会直接就是OK吗 如果预算许可的状况下 他如果 我觉得有时候客人找设计师是这样 他也要看演员 他也要觉得说他喜不喜欢你 他信不信任你 那他如果信任你的状况下 他就会说好 那你可以帮我想想看 我可不可以再 我多一点点预算 如果有的客人他愿意加预算 他说 我愿意多加给你一点点预算 但他就想要那个成品 对 你帮我做好 所以这个上面你们在选择就可能是材质的不同 对 我会运用很多不同的材质去做变化 因为每一个客人他预算不同 我就好比选磁砖好了 我只有 20万的预算 跟我有40万的预算 去做一间浴室 就会落差很大 真的很大 我光想像 我就觉得大到那边去了 是不是 那我的砖是不是就有差 我现在就好比我现在在做高雄这场案子 光是砖 我光是砖的部分就十几万 小小的 小小的一间浴室 因为全部都国外进口 因为很难 就是他的砖是很 很少见的 对 那他也是他自己选择 他想要像这样子的成建房 对 他找了一些国外的图片 然后给我看说我可不可以做成这样 台湾有没有这样的砖啊 然后就说 你交给我 我帮你 我应该 因为应该是这么讲 我看过很多东西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这东西台湾有没有 或是我可以从哪里找到 因为我大概 就是我可能大脑资料库会搜寻一下 有看过哪些东西 然后我就说这应该不难找 我有看过 我说我帮你找找看 可是他单价好像不便宜 因为这是国外的砖 他说对啊 我说那 你确定你要花吗 我会替客户只能运输 你确定你要花吗 这个砖好几万 对 小小的 他说 好啦就花了 反正我都已经要打掉了 但他又很喜欢那个色系 做完真的很美 真的就跟国外一样 他会整天都泡在浴室 应该会喔 因为我还把他准备了一个大浴缸 哇 就完全在那边度假 那你接下来对你们现在方式 你的这个品牌方式 短中长期的规划会是怎么样子的 我现在短期应该还是会 以 结案为主 然后 可能会想要再真的要找一个助理 对 然后 中期的话其实我希望能够 把我们的事务所能够越来越 扩大经营 就多加一些设计师 对 因为可能可以分担一些我们的事情 然后我专心的去接案子 这样子 对 因为我觉得在谈案子方面 因为我本身 其实老实说我也是业务出身 对 所以 其实我在谈案子的部分 或是去 社交 其实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可是 毕竟一个人只有两只手 一个脑袋 而且你要 你很多其他光设计啊 还有很多跟工班的 调节 选择 然后跟教料等等的 都花了你太多时间了 是 所以我需要一个很强的助手 对 所以你等于说你的时间都会卡在 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再 增加更多 是 这应该是 中期 那其实我最大的目标其实是 想去国外接案子 其实这是我 最大的目标 我希望带着我的公班出国 接案子 就是去那边 因为我觉得台湾公班其实是有很好的 技术的 是 就不应该只在台湾做这件事情 我这个人有点奇怪就是 我自己好我希望我的公班一起好 对 所以我在做很多 Promo或者是什么 我都会提到我的公班 然后我都把 辛苦的背影拍进去 有没有 你看看大师多辛苦 真的很辛苦 他们真的很辛苦 可是他们是很少被人家发现的 一群人 对 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你要穿帅一点 你今天不可以穿琴托 工地本来就不能穿 有时候会忘记 我就说不可以穿琴托 就我很在意公安的事情 对 所以就 我会我希望我能够 带着你的公班 带着我的公班 去国外 去国外 因为沟通我不是问题 所以 我觉得 台湾 我觉得可以带公班出国 去帮人家设计房子 或装修房子 是一件 很 很棒的事情 因为台湾的技术 其实没有比较差 对啊 对啊 我们 就是 支持台湾 Made in Taiwan 他缺的只是一个 统合跟可以带他们出去的人 对 然后去帮他们做沟通跟协调的 对啊 因为其实 其实在台湾的工人 他们其实技术都 蛮好的 当然啦 只是 因为 他们可能 比较专注在这个 他可能 英文的 能力没有很好 或是 说外语的方式 也没有 也没 没办法 所以 有这个技术 也只能留在台湾 确实而且很多设计师 我应该说 因为我毕竟不是真的走正常管道出来的设计师 所以我的想法可能也跟一般设计师不太一样 我也直白讲说我也很少接建商的案子 哦 因为 不是我不愿意接 可能也没有 因为我们才出来没有多久 我每次小小的 但是 未来如果可以接建商的案子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因为很多建商他其实在国外有 也有 团队 对 也有盖房子 然后其实我觉得 这也会是一个很棒的契机 就可以把台湾的技术带出去 那首先你要有一个助理 你猜我可以想办法 在多方尝试 真的 助理很重要 助理很重要 真的 那我们最后我们想要请Kiki跟我们分享 如果今天有一个创业的年轻人 想要创业的年轻人 他想要进入空间设计业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会给他一个建议就是 要稳扎稳打 真的 我其实看起来好像才 晨夜没有很久 但是实际上我前面花的很多 时间跟无形的 累积的 各种试错 对 其实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 应该十几年以上有 而且你又在这个整个社会里面兜兜转转 一直都跨不到这边 最后跨过去 对 就是在最艰难的 我也看了 老实说做这一行要看非常多东西 不是只有室内设计 对 你要懂建筑 懂美学 懂文化 对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能够把这些元素融合在你的设计里面 我觉得是件很棒的事情 对 没错 对 非常感谢我们的Kiki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创业的故事 也给我们很很棒的创业建议 我们觉得我 我真的觉得要稳扎稳打 确实 然后像 刚刚你有讲到一个就是 版图不要 就是太快的 扩大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确实 的关键 对 那我们再次感谢 FUNS房市空间装修设计事务所的 执行总监 王国佩Kiki跟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你 OK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